首先呢 我们拆这个水杯架的时候啊 它这里侧门把手有一个螺丝 然后我们这个六脚 然后先看好对准螺丝 然后先把它把这个螺丝先给拧出来 这里可能说啊 这个原车的会比较紧一点 可能要稍微的用力 用力一点 把这个螺丝给拧出来 这个螺丝出来之后呢 我们有配我们的一个 专用的螺丝 专用的螺丝 是这个 我们首先呢 可以先这个自驾分主副驾驶的 我们可以先对准这个位置 对准这个位置了之后呢 然后先把螺丝先对好对好了之后呢 就直接可以拧上去了 这里的步骤呢 是左松右紧呢 一定要记住是左松右紧 那往右边拧 在这里要拧紧 这款水贝架呢 它是一个三歪 都是通用的一个水贝架 拧紧的时候呢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水贝架 然后有一个卡槽的位置 对有一个直接对准卡槽安装就可以了 这样就安装了 这个可以这样 那我们底部是这样 相对就安装就这样 那我拿个东西吧 吃一下